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我是台北南区荣美教会游浮园牧师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主题是 与主联合神圣的交换 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26节 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 把耶稣鞭打了 交给人钉十字架 这是一个不公义的交换 主耶稣是完全无罪的 他受了不公义的审判 而且众人的叫嚣 甚至大过法院的公义 乃至于他们释放了巴拉巴一个强盗 而将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我们跟神神圣的交换 我们都是罪恶 我们都是世上的罪人 我们本应当被钉十字架 但是主耶稣与我们联合 他为我们做了神圣的交换 主耶稣将罪恶的交换成为赦免 我们都是犯罪得罪神 我们都当下到阴间 到法院最怕的就是你有罪 所以在法院之前 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先去和好 因为罪恶会让我们下到阴间 直到我们付了代价 主耶稣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 做了神圣的交换 让我们的罪恶竟然得到了赦免 成为一个自由的人 这是主所为我们做的 第一个神圣的交换 主耶稣也为我们交换了 让义的跟不义的交换 在十字架上也有两个强盗 其中一个对耶稣说 主耶稣你德国的时候要祭恋我 主耶稣说你今天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这是一个不义的跟义的做交换 我们是罪人 即使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也只能当庭释放 但是我们并没有公德公义可以上天堂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公德 我们才能够上天堂 因此世人不住的在做公义 就是为了能够进入他们的天堂 可是人的公义公德里面 常常包含的是为了自己的缘故 我们铺桥造路做慈慧的事工 常常是为了自己的荣耀 甚至许多人祭拜 当他们在祭拜的时候 在做公德的时候 是求他们的神明来祝福他们 而不是纪念他们的家人 所以世人的公德 是不能够在神面前称义的 圣经说我们的功德 好像是一件破旧的衣服 在神的面前无法被承认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主耶稣基督的义 才能够上天堂 感谢神 神不只把我们的罪恶赦免 使我们从负分变成零分 没有罪得到赦免 神更把我们的功德加添 以祂的义作为我们的义 使我们从零分变正的分数 才可以上到神的国度 这就是神圣的交换 以义的取代不义的 感谢神 神也将平安代替痛苦 约伯在世上受了许多的苦 但是因着信靠神 上帝加倍的祝福他 但以理的三个朋友 因为不祭拜偶像 所以他们被丢到火窑当中 但是神与他同行 他们在火中有极大的平安 这是神圣的交换 大卫他的妻子 儿女 还有他部署的这些的产业 都被仇敌掳走了 圣经说 甚至这些的部署 想要杀死大卫 可是圣经告诉我们 大卫却倚靠神 心中坚定 大卫虽然经过了这个苦难 甚至他所爱的人都被掳走了 还有他周围 所有一切当初跟着他 对他忠心的人 现在想要背叛他 想要杀了他 想想看 这是何等大的苦难 这是何等大的背叛 但是因着信靠神 大卫的心中有平安 大卫的心中有信心 他去追赶 并且将仇敌所掳掠的都夺了回来 这是神给我们神圣的交换 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有平安 主耶稣说 在世上我们会有苦难的 可是他已经胜过这些苦难了 他在我们的心中放下了平安 做交换 与主同行 与主联合的人 心中可以有平安 主也为我们做了一个神圣的交换 就是医治代替疾病 我们身上所有的一切疾病 遗传 咒诅 因着罪恶的关系 从我们的祖先 从我们的家人 临到我们的身上 所以很多时候 有家族的遗传的疾病 有家族重复发生不好的事情 包括自杀 包括未婚怀孕等等的 重复的事情 会从祖先一直遗留在子孙的身上 但是因着信靠耶稣 这些遗传 咒诅都可以被打破 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师母 他的家族都有乳癌的历史 他的母亲 他的姐姐都有这样一个历史 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拿起我们祷告的权柄 祷告的时候 我们的师母 他的身体都是完全健康的 因为耶稣已经取代了我们的疾病 他用医治来替换我们的疾病 所有信靠耶稣的人 因他受鞭伤 我们都得了医治 因他受刑罚 我们可以有平安 这是神圣的交换 我们与主联合 属耶稣用他的生命 来跟我们交换 让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在信靠耶稣之前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没有盼望 我们都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 我们都是罪恶之子 但是信靠神之后 主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 我在信耶稣之前 是一个非常沮丧 是一个非常自卑 是一个非常容易受人话语影响的人 只要我听到一些 对我不是很肯定的话语 我就可以难过到没有办法睡觉 三天不想动 但是感谢神 当我信靠耶稣 主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 我得到了丰富的生命 我能够从一个没有办法自信的人 听到别人话语会伤心的人 变成一个健康喜乐 甚至可以去服侍别人的人 感谢神让我成为一个辅导员 过去人找我的时候 听了我的建议 他们更难过了 因为我是一个沮丧的人 但是信靠耶稣之后 我有丰盛的生命 我成为一个可以给人话语 可以给人生命的諮商师 因为神 他用丰富的生命 取代了我老我的生命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神圣的交换 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 都可以跟神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交换 他交换了我们的罪恶 代替我们去接受死亡 他交换了我们的不义 使我们成为一个义人 所谓的义人 就是在法院的面前无罪的人 当我们到了法院 当我们来到法官面前的时候 法官宣炮说 你可以当庭释放 因为你是无罪的 你是一个义人 感谢神 这是神圣的交换 主耶稣也用他的身体 交换了我们的疾病 他承受了我们的疾病 我们就可以不需要遗传 咒诅 继续的发生在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都可以过一个健康的生活 他也用平安取代我们的患难 所以即使发生不好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主里有极大的平安 我们知道我们与主联合 主住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与主同行 我们可以面对任何的风浪 因为主就在我们的船上 他与我们同行 我们有丰盛的生命 我们过去遭仇敌的偷窃 杀害 毁坏 亏损 但是我们与主联合 主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的丰盛 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充足够用的 而且我们有丰富的生命 亲爱的朋友 你要领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吗 你愿意得着这样的生命吗 只要接受耶稣基督 与主同行 与主联合 主已经成就了这一切 这一切主都成就了 你不需要做什么 你只要伸出手 接受耶稣基督 他就跟你做神圣的交换 让我们把我们的罪恶 让我们把我们的不义 让我们把我们的疾病 让我们把我们的患难 让我们把我们破败的生命 都交给神 神乐意接纳这一切 并且把他丰富的生命赏赐给我们 成就这个神圣的交换 若是你愿意 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祷告 成就这一个神的祝福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谢谢你 拆派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来到世上寻找罪人 跟我们做一个神圣的交换 我愿意把我破败的生命 我的疾病遗传咒诅 和我生命当中的苦难交给你 谢谢你 愿纳我的生命 跟我做神圣的交换 赐给我健康 平安 喜乐和丰富的生命 我成为你的儿女 你做我的神 我要感谢你 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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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